如果大家有留意到攝錄的上一條評測片 都會看到段片頭裡面有這個940 920時空穿越的特效 這段片我就會教大家怎樣用After Effects去剪這條片 Andy找我做這個特效的時候 我就叫他用腳架設定拍兩條片 第一條片就是他坐著按照片 第二條片就是他在空中丟一張照片 大家記得這兩條片的光暗、快門、角度全部都一樣 我們才做到這個特效 大家看到這兩條就是原本的素材 其實左邊Andy遮著了一點點光 可能做出來的效果沒那麼理想 但就不影響我做教學 這兩段片我們有了 我們就馬上進After Effects 我們剛才準備了一段是有人的片 還有一條是空白什麼都沒有的片 有張相紙跌下來的 我們由頭正式開始 先放了第一段 Andy按照片 我們去到他按一下位置 加一個Marker給他 就方便我們待會剪片 我們現在先隱藏這個 然後我們再放下一段片 今次這段片是跌相紙下來的 跌相紙下來呢 我們記得放在這條片的下面 我把跌相紙的轉為橙色 那就可能比較容易 橙色這段就是把相紙跌下來的片 然後藍色這段呢 就是按照相紙的位置 那我預算這個位置 剛才把相紙放在這個位置 我們關上去 預算相紙就在這裡開始跌了 我們找回那一格剛剛好的相紙 跌到這個位置 咦 我覺得這個位置就差不多了 這個位置就近Andy拿著相紙的位置 那我們就在這裡先加一個Marker 那也是方便我們自己剪的 好啦 那我們現在把兩個Marker合在一起 好啦 那我們現在對緣位置就正式開始剪了 我們按一按淺藍色的片 然後按Ctrl D 就複製一段片出來 那這段片我們要怎樣做呢 我們按Ctrl Shift D 就是把它剪開一半 那你會看到一段片變了兩段片 那我們前面那部分不要 先刷掉 那我們只要後面那部分 那我們按一按相紙 那就去到差不多完結 那我們呢 那我們呢 那我們要預算效果要多久 那我下去按Zoom 然後進去了 那所以其實我們後面是不用太長的 那我們可能在這個位置 然後我們去回第一格 我現在設定的第一格在這裡 那你會看到上面有一個人仔 還有一支筆呢 我們按一按這個 那我們現在就會變成Rotoscope的筆刷了 那由我們Double Kick的畫面呢 那現在你會看到那個鼠標變成綠色 那我們按住Ctrl呢 然後再按左鍵 你會看到滑鼠變成白色的 那我們可以上下這樣拉呢 來調整個大小 那我們現在調整那個筆刷的大小 那我就畫一畫Andy 會出現的部分 那不用太認真畫的 那如果我按隨便畫 它都會自動選擇到那個部分出來 那之後我們要怎樣做呢 你會看到這些位置調得不對 那我就可以按Alt 那我們就可以畫走一些不對的部分 那它就會自動生走那個部分 那我們按Alt 然後再滑鼠滾輪呢 就可以放大來做 那我們 然後這個記不記得 是按Ctrl再按左鍵呢 就可以縮小筆刷 那我們這裡又再輕輕弄一下 那其實呢 那這個就視乎你的影片呢 當初拍的時候畫面複不複雜 如果不太複雜 你會看到這些白底 然後人的對比度很強 Rotoscope的功能做得很好 那你見到我現在做好第一格了 然後我們怎樣做呢 我們按一按空白鍵 那它就會自動播 那播之餘呢 它會自動track實了 現在Andy會動的範圍 你見到現在一格一格一格 慢慢向前 那這些粉紅色的位置 它都會慢慢track實了 那現在我們就給點耐性 讓它track完 那如果大家中間有幾格 可能不小心錯了 那你就可以按空白鍵 暫停它 我們可以回到那一格 然後再弄一弄那一格 然後再繼續播放 它都會自動track實了 那現在你看到它追蹤完了 你會看到現在它會自動播放 給你看效果是怎樣的 那我現在暫時看起來都不錯 它最後好像動了一下 不過我覺得不太重要的 那好啦 我現在很滿意的result 那我就按這裡freeze了它 那接著在這裡就要花多點時間了 那我們又是要再給點耐性第一等 那在它freeze的中間 我提一提大家 那如果大家對剛才做的 追蹤效果不太滿意 就建議不用先按住freeze 那它都會做到效果出來的 那如果你可能 你覺得遲些會有東西再改 那就最好不要按freeze 那如果你確定這一切 是你滿意之後才好按freeze 那因為會花很長時間去做這個freeze 好那現在freeze完了 那我們就回到composition那裡 按一按這裡 又回到composition那裡 但是記得我們先轉個鼠標 我們現在的鼠標還是rotoscope 那按這裡就可以變回鼠標 也是按V鍵就可以變鼠標 那好啦我先拉長下面的部分 那現在這一段影片呢 那我們現在這一段影片 你見到就只有ndy的部分 那我為了方便大家理解 我再轉一轉顏色 那你現在看到紅色這個呢 就是勾選了ndy的部分 那由橙色這個呢 就是原本相指的位置 那其實你見到 ndy的手都還在這裡 那左邊的眼睛就可以隱藏 和顯示你要做哪一段影片 那我們現在只開了橙色和紅色 我們稍後才需要用到藍色那段 那我們按一按紅色的層 然後按一按S 那你會見到多一個scale出來 那我們按一按計時器 那會見到多了keyframe 所以拉後一點 我們把它設定為0 那會怎樣呢 你現在一播呢 你會見到 ndy就慢慢縮小了 嘩 這樣縮小了 不過 好像有點慢 那如果我想把 那我把兩個keyframe放近一點 你會見到 現在縮小的時間短了 你會見到 咦 更加遲 好 那但是呢 你見到縮小 它是縮小去這個位置 那但是我想弄在 ndy縮小在畫面上 那怎樣弄呢 那我們現在轉做這個paint behind的工具 那按Y或者是按這裡 就可以轉做這個工具 那我們這個怎樣呢 我們把中間的十字圓圈呢 拉到去ndy的照片那裡 那然後記得變回普通鼠標 好 那現在縮呢 它是會跟著這個圓圈十字的位來縮 那現在就會縮在ndy的照片那裡 那好了 然後下一步 下一步我們就去第一格這個位 按了那個位 那然後呢 我們按一按這個圖釘 按幾個位 那其實沒什麼所謂 那我就頭手腳這樣各按一個位 那呢 然後你按了之後 你會見到哇 這裡有很多東西 那我們怎樣看它呢 我們按一按U字 那U字呢 你會見到 我們剛剛按了幾個釘 就會在這裡 那也多了一個keyframe 那我們呢 就剛剛釘了這幾個位 那這個keyframe 我們去後一點點 然後呢 我們又把ndy 縮在一起了 那怎樣縮呢 你會叫我把它拉去中心的部分 拉去近那個紅色圓圈 紅色圓圈 那個位 對了 你會見到 哇 ndy現在縮在那一塊 那這個形狀是隨你怎樣做的 那其實怎樣做都沒什麼所謂 那我把它弄曲一點 那我大概看一下效果 那現在看到呢 它有一種捲弱的感覺 那就視乎你這個圖釘怎樣弄的 那但是呢 我們記得 那我弄完這裡 我記得我一次過選了所有keyframe 就把它拉去 剛剛scale的最後一格 就零那格 那你見到都對齊了 那現在 然後大家看現在 有這個縮迷了 那但是大家看起來 哇 為什麼這麼奇怪 好像 好像這麼假的 因為我們現在沒有開這個motion blur 那就是這個動作模糊 那我們要怎樣開呢 你會見到這裡有幾個圓圈的 那我們按一下這個圓圈 那如果大家沒有這個圓圈呢 就按這個switch 就會有了 那我們按一下這個幾個圓圈 那就會多了這個motion blur 那其實現在我們一播呢 就已經有這個 捲進去的效果了 那我縮一下 那我先縮一下 那然後大家發現呢 我捲進去 那張相紙好像已經掉了出來 那 那我就可能這張相紙 就要拉後一點了 那就去到 那如果Andy真的去了這一格 那裡 我把相紙拉到這個位 那因為我標示了這個 大家是比較容易認 那現在我們再播 你會見到 那但是呢 那現在很奇怪 那現在這樣 看到上面做了一張相紙出來 那我們這段要怎樣做呢 那我們去到上次剛剛停的位置 那我們按Ctrl D 複製一個圖層出來 然後右鍵 Time 然後去這個 Freeze Frame 那現在呢 我怎樣播呢 它都會定在這格上 那我可以怎樣做呢 那我把這個Freeze Frame 那我去到這格 那現在 我按Ctrl Shift D 就分開了這個 然後D後面的部分 那現在整段影片 如果我隱藏了Andy 你會見到它一直都是處於這個 這一格 然後去到後面 才會掉下來的 最後我們播一次 終於有這個效果出來 那但是我有一些不滿意的效果 那我覺得可以 時間上再縮短一點 那我把這個 全部縮起來 那我現在播一次 現在時間上 那我剛才有點不滿意 我把它整個Keyframe 時間縮短了 那現在播一次給大家看 咦 最後我們播一次 終於有這個效果出來 那我們這個傳送的Effect 就完成了 那我們怎樣可以做到它更加真實呢 那我們可以加個畫面的震動 那我們首先就是右鍵 然後New 然後Adjustment Layer 那你們看到很多層紫色的東西 那我們把這個Adjustment Layer 縮小到去Around 由Effect到去 由Effect開始到圓的位 那就是我剛剛弄了這兩個Marker的中間 好的 記得這個是Ctrl-Shift-D 這樣就可以分開影片 好了 那我們弄了一個Around Area 弄了一個Adjustment Layer 那我們又把它弄震了 那我們有幾個方法弄的 那我這裡教其中一個 那我們可以去Effect到搜尋Wiggle 然後呢 有一個Position 那我們直接把WigglePosition 放在這個Adjustment Layer 那裡 好 那拉進來之後 你會看到 它突然多了一個黑邊 然後又動了 那我們什麼都不要弄著 我們就 去到Adjustment Layer的開頭 那我們呢 就在這個WiggleAmount 按一下Keyframe 然後呢 我們就按Keyboard的U 那你會看到呢 我們又看看剛剛那個Keyframe 那我們呢 就把這個Keyframe 拉走它 拉去中間 然後呢 我們在這裡設定 0 拉到最盡 另外可以在這裡設定 然後呢 在最盡的這個位置 在Adjustment Layer 最盡的這個位置 我們又再把它設定 0 那現在呢 這個數值呢 就會由0 去到50 然後就去到0 那你會看到呢 因為它現在輕輕動了一下 那我們 可以在 中間那裡 再設定一些數值 那我這次 然後我把這個Speed 可能拉高一點 拉去看看 先 拉去25左右 試試看 看看什麼樣子 拉去25 也有它輕輕的震 那如果你想再震一點 我們可以在50 那個Keyframe 會拉高一點 那可能拉去80 那它會再 或者拉高一點 再震一點 你會看到呢 現在已經有個這樣的震 那怎樣令它更加真實呢 那我們先按這個圓形 這個圓形呢 就會Create Motion Blur 你會看到震的時候 現在都有一些 鏡頭上的蒙糊 你看到 你看到 摩柴現在的樣子都蒙了 對 但是呢 如果大家有細心留意 會看到 有些黑邊的 那我們這個情況 要怎麼弄呢 其實我們 可以用很多方法 可以做一些畫面的填補 或者是在這個 Adjustment Layer 可以移動 但是它再移動 就避免黑邊 但是呢 這段影片我就不弄太長了 那我直接把它整個 Pre-compose 那名字都不改了 隨便 隨便 Pre-compose之後呢 去回剛剛那層 那Pre-compose之後呢 我們就要放大一段影片 那我們去回一格 是看到黑邊的 那我們按一按S 就可以拉大它 先看看 1805左右 我已經看不到黑邊了 那我們就 已經做到這個Effect 但是如果你說 我想留在那邊 不想Crop 那我們呢 就可以在 Effect的中間這個位置 按一下 Scale計時器 那現在是105 那我早一點 就把它轉回 普通正常的100 那 然後 去後一點呢 就完個Effect 我就加個Keyframe 105 這個位置 轉回100 然後可能拉後一點 就以防一點 出界 好啦 現在你會看到 你會看到整個畫面 放大一下 來做這個 震的Effect 那又可以 避免了 你Crop整個畫面 那 對了 這個就是 940 920的Effect 那我明白這條影片 可能會有些複雜的 對大家來說 那我知道 第一條教學 就拍After Effect 可能對大家來說 都會有點難 那我接下來呢 就會拍一系列的影片 就會介紹各種不同 Adobe 裡面的Effect 和功能 門檻就比較低 那就希望 每個人都學得懂 那今集 剪片做樣學就差不多了 大家記得Like Subscribe Share 攝錄和我的Channel 那如果大家有什麼不明白 都可以在留言問我 我會盡量解答大家 那接下來我會在攝錄這個Channel 介紹更多不同的Effect 或者功能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 就記得密切留意 那好啦 我們下條影片見 拜拜 至少 不太 shocked 你應該說 怎麼樣 那這樣 幾個字 對 看到